今天是520什么日子 我们蔡英文总统第二任 817万高票当选的蔡总统第二任 我们台湾现在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 不止没疫苗 没有水电 医疗现在也不够了 照顾也不够了 还有教育问题 如果你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家里面有小孩的话 你就会知道很痛苦 因为说真的孩子在家里面 停学不停课 还有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课程等等 但大部分很卡 很不方便 另外这个孩子停课了 家长很多还要上班 还要赚钱 没有停 所以其实对于家庭来讲 造成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麻烦负担 有小孩的就知道 而这就是今天的5月20号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今天喊话 我会领导国军防疫这一帐一定赢 这话真的很空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没有发文告也是好事 毕竟懂得藏着 你要他今天讲什么呢 对不对 大千如果要你的话 你包括今天你一篇文告 你会写什么 很难耶 因为我不是他 但是坦白讲 你就写四个字 无话可说 但是我昨天晚上真的 就是有思考过 就因为各位知道 其实蔡英文是一个非常文青式的总统 所以在每一年的520 他几乎都没有缺席 他都会发表一篇 不管是文告或者是演说 来回顾过去那一年 当然来做一些大内宣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在想说蔡英文今天到底能讲什么 他敢讲什么 今天一整天我一直在滑手机 就想说看看他有没有真的正式对外发言 就是他难得 所以我看到蔡英文这些年来第一次520 完全没有任何的谈话 真的就是无言以对了 我觉得 对但永平我觉得这个 这其实他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 我今天真的有点担心他又会 就是就跟这个陈时中投书一样的白目 发一篇迟早华丽 然后又是自我感觉良好 因为通常520呢 这个身为这个总统可能会回顾一下 过去这一年来我的施政 不管这个施政人民满不满意 他应该会自圆其说 然后告诉大家一些漂亮的一些数字 然后顺便的前瞻一下这个未来的愿景 但今天点点都没有讲话 你觉得这个沉默代表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他今天当然不应该发表一个 这个华丽辞早的文告 那还好他还没那么白目 但是呢我不认为今天 他是去视察国军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因为感觉很文不对题 尤其他今天的几个发言呢 我真的是听到了眼睛都要掉下来 说我会领导国军防疫这一战一定赢 请问现在的这个新冠肺炎变种病毒 传播力如此巨大 而我们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你靠国军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什么国军越来支援越来帮忙 你是不是把国军置入更可怕的染疫风险呢 而且我前一阵子 其实也不是前一阵子 其实就两天前 我才听到说 我有朋友的小孩在军中服役 那个当军人 就是正式的军人不是服役 他们本来马上就要安排 隔天就要安排 他就可以施打疫苗的呢 突然因为疫情大爆发 然后疫苗不够呢 那个国军的疫苗也立刻又被抽走 对又立刻又被抽走 所以他们现在又没有疫苗可以打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你去诉求国军 你这个不是文不对题吗 其实今天蔡英文 如果她真的要就周年做一点表达的话 第一个我觉得她应该 在各种防护都得宜的情况下 我觉得她应该稍微去看一下医院 第二个呢 她应该请她的内阁各方面 好好的做一个准备 之前什么超前部署 什么有SOP什么的 现在看起来都是假 全部都是骗人的 这个国王新一呢 已经扯到外媒 通通都在骂了 今天那个彭博新闻社 出了一个新闻 真的是对台湾来讲 真的脸丢大了 她说台湾为什么现在防疫会破功 就是其他各国都因为施打疫苗 慢慢要解封 要进入正常状态的时候 台湾才在这个时刻 突然爆发大规模的社区感染 莫名其妙的同时呢 她就直接讲说台湾的政府 就是太自满 我觉得她不止太自满 她还看出来太无能 这个不是超前部署 我们超前部署 现在看起来呢 也不是落后部署 就变成毫无部署 所以刚照去我就讲嘛 对不对 看到超前部署 就知道并没有啊 但并没有 她变得没有部署 就这几天的事情 让大家突然才 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 震惊到比国王的新一还要惊恐 就是没有部署 你刚刚讲她视察这个国军 当然就讲了一些空话嘛 我会领导国军防疫打赢这一仗啊 什么的 当然就是总统啦 这怎么可能嘛 但我告诉你 她还讲了一句 其实我注意到 我跟你抓的重点不一样 你知道蔡英文还指示 尽速规划国军施打疫苗 确保战力 我看了就笑起来了 疫苗咧 你尽速规划国军施打疫苗 这不是很可笑吗 没有疫苗 秀芳我也有看到那一句 可是我刚才不是讲吗 我看到那一句 我当时真的是 真的很想吐血 因为我不是讲说两天前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她的儿子本来 那天是礼拜二 她的朋友本来在礼拜三 今天是礼拜四 昨天她本来应该要在 昨天礼拜三呢 去施打疫苗的 结果就突然通知她不能打了 那蔡英文今天又去讲这个话 这不空话吗 那你要讲这个话 你要告诉我们疫苗在哪里 大家都不打嘛 所以叫我们的国军打嘛 现在大家要打嘛 所以我们的国军又排到后面嘛 所以蔡英文哪有说 尽速规划国军优先施打 就是在她的脑袋当中 其实我们的国军 并没有放在第一位啦 就是一般民众不打 就让国军打嘛 大家不吃的水果就给国军吃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要抢的时候 我们的国军就顺位就排后面 没错 所以她今天去看这个国军 有没有把三军统帅 有没有把国军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看得很清楚 另外我带大家来回顾这一年 这一年你记得我们的政府 蔡英文政府做了什么 让你开心的事吗 大家想一下好不好 还有我请大家在上面回答我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一年 过得还不错 你就比个赞 如果觉得过得不好的话 我们就是倒赞好不好 好我们来这个刷一排 到底是正赞还是倒赞呢 这一年我们来回顾一下 大局为重 有没有 监察院是一个酬庸院吗 他用了这个陈菊 做监察院长 陈菊的向来政治性是很强的啦 大家都知道 监察院长这个职务 当然应该要中立中性嘛 他要超越党派嘛 当蔡英文用了他的这个好姐姐陈菊 用了菊姐 大家说大局为重之后 大家就知道 监察院在蔡英文的心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结果陈菊呢也果然不负所托 另外呢 史上最大的立委社会月 在去年的八月份 还记得吗 这个还有呢 你知道这个很好笑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张图 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 怎么样都想不起来 但我只记得办公桌 我记得办公桌 但是名字忘了 好了丁允公啦 公事公半月嘛 六月八月九月 到了十月 我们看到空军哀悼月 这个全国民众都很难过 半年内掉了三架 然后呢丁丁第二 行政院造姚月 莫名其妙去造人家 牛肉面店的姚 去欺负这个小店家 然后呢到了去年年底 又叫大家吃莱猪 开放莱猪 现在要进行公投 所以一连串的讯息 我们不可思议 蔡英文第二任才第一年 他做了这么这么多的一些事情 所以大前你怎么看 我们这一年过得如何 我觉得当然对照组 就是民调啦 显示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雅虎的民调到 今天上午的八点钟 你看到 我不知道如果蔡英文 她知不知道 可能她的幕僚 不敢给她看啦 要不然她的幕僚就会说 这网络做的啦 随便乱做的啦 不满意 百分之多少 87喔 87.4 非常非常的高 不管8187啦 都很高啦 吓死人 对其实而且 说话还没有讲完全部 在过去这一年的 发生的大事迹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算一算 从缺水缺电缺疫苗 然后防线瓦解 然后到这个太鲁格号事件 到这个空军F-51 折损了三位优秀的飞官 还不包含这一大堆 什么有的没的的 弊案啦 各式各样的什么逃射新闻 这些都先算了 然后进莱猪喝核废水 如果真的要算起来 过去那一年蔡英文 的确是给台湾人民带来了 难以抹灭的记忆了 就是这一年 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事情 而这些事情的后果 都是由台湾人民来承担 所以你看大家全部都是 一排倒战有没有 不断地刷倒战 当然倒战 信竹难书 这个四个字来形容 而且刚才永平讲到了说 彭博社的那篇文章 我今天我其实今天还蛮期待 看到蔡英文出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范云愿意辞去 她不分去立委的职位了 因为其实如果连国外的媒体 都认证了 说我们这个破口就是你撕开的 你到现在还躲在哪里呢 怎么不出来讲个话 总要扛起政治责任 总要面对台湾人民 我们今天补这个破网 搜这些烂摊子 都是你们搞出来的 而且范云是蔡英文清点的 是她清点的 她并不是什么某个派系推荐 她是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如果要让我们相信 她真的会改革 如果要台湾人民再一次的团结 帮民进党来搜烂摊子 你好歹先把这些犯错的人 先交出来 你不可能一方面包庇这些犯错的人 然后要我们拿我们的健康生命 去填补你们所犯的错 你们捅的窟窿 所以大千你看到外媒 刚刚这个彭博说 自满侵蚀了台湾的防线 疫情仿佛只发生在外面的世界 关键破口之一 就是四月中旬缩短机组员隔离 导致机师将这个英国变种病毒 来散播 这彭博社 BBC怎么写呢 一个字满的故事 这个标题 政府人民太字满 人民真的没有 人民都很怕 BBC你搞错了 没有从日本成人产业学到教训 只顾着边境疏忽境内 疫苗接种率过低 我都在想 我们的总统府一定到晚什么 什么假新闻要抓 什么错误讯息要更正 总统府是不是应该赶快 去含一下这两个媒体 去更正一下 你觉得 对因为他们自我感觉这么良好 他们不是认为防疫是他们最拿得出手的一个施政的成果吗 现在不管是BBC或者是彭博社都做出这么无情的批判了 其实对蔡英文政府来说 他们的脸应该都早就被打肿了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BBC对台湾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我们没有只顾边境疏忽境内 我们是根本没有顾边境 我们没有守住边境 我们边境如果守住就不是这样了 现在大家每天在讲万华在讲阿公店 可是各位知道万华跟阿公店的来源是哪里 是诺富特饭店 诺富特饭店的来源是哪里 就是3加11耶 这个传染链非常的清楚 这个楼子是民进党撕开来的 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 捅出来的楼子 为什么要让台湾人民来承受 而民进党可以却置身事外 这个捅出事情的楼子的这个立委 现在躲起来了不肯见人 这时钟哥不只是慢了啦 这时钟真的是坏掉了 所以杨书长你先讲好不好 这个时候真的干嘛自己撞到枪口上啊 大家已经骂他骂到不知道该怎么骂了 结果他摆目自己去投书英国媒体 台湾是防疫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要帮全世界建立医疗体系 这是怎样 我在想是不是他三个月前的投书 然后被英国媒体盖下来 到最近故意登出来给他难看啊 有啊 我们上个月前不是重金礼聘了Discovery 来台湾拍了一部伟大的片子 然后大家庆功 说台湾还有颁奖吧 是不是 对这些有工人员预报表扬 我先讲一下那个Discovery 做这种事情的价格 我不知道这次中央花多少钱 可是呢之前 如果市政府不是之前弄过什么北门吗 弄过什么这些案子吗 差不多每一次都要花500万以上台币 所以这个片子 最好现在就是拿到全世界去播放 那变成全世界的大笑话了 所以呢 这个太有趣了 我们都非常清楚 用独裁的方法来防疫一定失败 什么叫独裁 叫任何一个人 对石中也好 对蔡政府也好 有任何不一样的意见的话 不管你是谁 一定出征 对不对 最近不是出征侯友宜吗 对 以前呢 韩国瑜在高雄就说他要模拟一下 你不是被修理了吗 你说这个制造谣言 唱衰台湾 对不对 那我现在讲疫苗 这是全世界最可笑的 从来没有一个总统 可以说我几月几号 什么时候我这个疫苗会通过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那川普早就当选了 川普就是不敢讲 结果他落选以后 才一个礼拜 疫苗成功了 那疫苗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由这个厂商 把所有的证据 删起人体性的资料 通通交给这个监理单位 就是美国的CDC或者是欧盟 这个叫做EMA European Medical Agency去审核 台湾的话就食品药物管理署 以前叫做管理局 去审核所有的资料 这审核谁审啊 不是署长一个人审核 是把所有的专家 以前我们那个H1N1 就是由这个我们的疫苗支付 李清明教授 十几个专家 那个时候专家我相信 那个张尚存也在里面 因为那时候是我 我还在署长的时候 这些专家 我自己都不敢进去 就跟他们谢谢拜托 他们通过了以后 再送到这个食药署 去公布 向美国CDC公布 绝对不是一个总统 就可以说 我觉得天下没有这样的 用政治来决定说 这个疫苗可不可以用 所以难怪大家你知道 大家新闻鼻都很敏锐嘛 总统这个讲话 一下子就闻到了味道 是在炒股票嘛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股票的曲线 百分之百超股票 啫一下 对不对 我这里要讲 这个电视上不是很多名嘴在讲 哪个股票该买 未来股市如何如何 我今天暂时要做名嘴 所有的小白们 赶快把高登的疫苗的股票 赶快卖掉 因为它这个根本不可能通过 如果这个通过了 在台湾用 那是全世界的笑话 因为现在全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 通通经过三期人体试验 而且通通还叫做什么 叫做紧急授权 为什么紧急授权 从来人类历史上 没有一个疫苗 这么短短时间就做出来的 我们不知道它的抗体 可以维持多久 还有多少副作用 以前那个杀什么什么 我那个名字很差 杀还是杀兵 不是 那个药用了很久 最后才发现 对 刹力肚脉 最后才发现 用了好多年才发现 会造成畸形 所以这个药能够抗体 维持多久 还有到底真正有多少副作用 我们都还不知道 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总统 这个就是大笑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 好好宣传一下 说一个总统就可以说 这个没有经过升级等级实验的 我七月 几月我就要开打 是啊 有没有通过 不是他说了算吗 是 专家的经理这个意见 可以说疫苗什么时候可以过 他可以就告诉大家时间 这是已经讲好了吗 也是先说现在话吧吗 不是 他肯定解铁说 大家可以去打这个疫苗 对啊 那请教一下 如果到时候没有通过 买了股票的人 就可以去申请国赔吗 不是 不是 秀芳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恐怖 他讲了人家不敢不通过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恐怖 非常像是当时中天被撤照 他打定主意要让他过 他就打定主意 当时要把中天拿掉 所以他去搞了一群 他所控制的专家学者 重新去定规定比例 然后重新给他们评分 然后最后用7比0的方式 说中天不可以继续 对不对 大家都还很熟悉那个过程 他这次疫苗他也就这样干 那个杨署长觉得说 这是一个大笑话 但是这种笑话 他独裁者他干得出来 他只是不会得到国际承认 但是他会让我们民众 去做白老鼠 我们在这里呼吁 如果有一天 高登的疫苗被通过了 那个其实年雅是陪伴的 我们都知道过程 如果这样子高登通过了 我们赋予全体国民 巨大高登疫苗 我灵个病死 我也不要打高登疫苗 哪里有这种总统 这种国家 这种政党 搞这样的 我们知道其实私底下 这个医学界的反弹声音是蛮大的 但是当然大家 现在大家都不敢讲话了 也许不敢讲究 这个要增加我们的这两个 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还有一个王嫩贤 王嫩贤老哥啊 你就是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 1450眼中的这个头号 头号这个敌人 好